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跳出来说了 十分的沉痛遗憾 会采取视线的救济手段 复义结果出炉之后呢 民进党会全台宣讲不会停 持续宣讲到七月份呢 好了 这个民进党的这个秘书长林又长也说呢 现在他们这个复义结果出炉之后呢 继续不断的宣讲 轻描也呛瞎了说继续抗争权力罢免啊 所以呢 难道这护线宝台都是gay 但是政治攻防是真的吗 只不过在今天大家都预期说 哇 那包围立法院外又有蓝鹰 又有青鸟会不会这个有什么样的冲突吗 结果呢 大家都发现说 其实青鸟看起来人稀稀落落啊 据说有一天呢 这个只有提供了地瓜粥 甚至是大家就变成了一个讨论的一个焦点话题 难道是民主的地瓜粥不够好吃 所以人才这么少吗 但是青鸟有人大赞说 你看蓝银的现场啊 什么都没有 可是我们有20台的水冷扇啊 蓝白天气这么热都没得吹啊 王红陈仪就跳出来说了 现在抗争真的变得很高级啊 有吃有喝又有拿 还能够打卡觉得好像很潮 那早期去参与街头运动的前辈呢 他们才是让人打从心底真正由衷的佩服 但多年之后 请问这些创党的元老 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在今天我们看到竹文派还是讲了一些良心话嘛 因为被陈昭之委员在这个咨询的时候呢 好像他也不得不回答说没有错 确实啊包括像是对国会不尊重 被询没有据实回答 或是不提供真实文件的话 都可以被认为叫做藐视国会 但他还是强调说啊 但是啊任何就算是藐视国会 都不应该要这个啊 应该要遏止 可是不可以啊 就因为要这个不准藐视国会 要遏止藐视国会 也不能够让立法委员来跃权啊 真的是有跃权的问题吗 但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最近啊 这个叫做行政院啊 想要隐瞒的事情是越来越多了吗 现在再也又揪出说 农业部啊 针对这个超司 但呢 竟然呢 最新的报告被发现 是少报了有六百万 可为什么钱货不吻合呢 难道是因为又有什么猫腻 所以难道一定要来挡下 这个国会改革 不能够让他们继续查下去吗 好 现在格奎跟绿内立委们都说 国会改革是违宪的 不脸不息啊 要打脸过去的自己吗 一番说辞 让林卓水完全停不下去啊 他跳出来说 大家还记得吗 1993年 提示现案的有两个人啊 一个是第一名的是 台大的大律师陈水扁啊 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京都大的这个法学硕士 谢长廷啊 他们分别领协来提案 要修这个国会改革的法案 然后还有耶鲁政治学的 博士林佳龙 还有纽约大学的 法学硕士顾立雄等人 所以难道这边以上所述 有四个这个大律师啦 这个包括像是这个大博士等等 难道通通都是宪法白插吗 好 直到现在才被卓大院长 跟民进党党员发现 原来过去这些人 通通都搞不清楚 宪法的学都根本都没有学好吗 这样的这个发现 真是让人觉得太震撼了呀 好啦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不是不小心 讲出了一些大实话吗 按照行政院跟民进党的说法 下一个阶段的战场 不是要在这个宪法法庭 打视线的法律战吗 结果呢民进党还是说要搞这个 全台的继续的抗争和权力的罢免 难道搞罢免搞政治攻防才是 民进党真正的目的吗 还是反正呢这个什么求贫啦 裁判的都是绿营的人 所以宪法法庭这样根本不用怕 因为视线稳赢的 在一党表决就算通过一百次 也都没有用吗 洪委员怎么看 确实这一次的我们的国会改革 那因为外面有所谓的青鸟行动 那么青鸟行动 它其实是创下台湾的街头运动 里面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它绝对要把它写入史册的 因为呢在街头运动里面 吃得最好 过去从来没有 有牛排什么 还有乌鱼紫便当 还有汉堡肉 这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待遇 另外呢这设备也特别好 还有水冷散 这个也是我们在第一次看过的 只是水冷散因为是中国字 所以很多人讲说 你吹着中国风 然后呢再讲台湾价值 那这也是一个 这个新的一个街头运动的典型 那以今天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在立法院里面 针对复议案的一个表决 这个表决结果其实完全不令人意外 也就是呢 国民党再加上两席的 这个五党级委员 再加上民众党的八席 一共加起来是62席 62席对51席 毫无悬念的 当然否这个整个复议案是被否决了 那当然民进党 他早就告诉你说 他会进入下一个视线 但是呢 这个也事实上呢 又戳破了这个柯总招的谎话 记不记得柯总招之前还在讲说 哎呀 我现在要找这个六席起义来归啊 大家还煞有介事啊 说你到底啊 会让多少的立委倒戈 所以我跟你讲啊 其实啊 柯总招他就是在讲一些这种吹哨子壮胆的事情 因为呢 我们这一次投票 我想很多人都在直播 还有电视面看到很清楚 因为呢 他不像是平常的按表决器 他是就像我们写院长跟副院长一样 每个人都有一张投票单 而跟院长副院长不一样的是 因为那个院长副院长上面不会有立委的名字 但是呢 副院会有立委的名字 比如说我们在领票的时候 一定要再去对照说 哎 是不是王洪威 这个是不是王玉民 这个要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呢 他是一个记名投票 记名投票如何来起义来归啊 倒什么歌呢 所以其实柯建民前面就是在讲一些有的没有的话 所以呢 今天事实上证明了一件事情 一票都没有少 也就是我们非常非常团结 在一党非常的团结 那当然下一个阶段 就进入了所谓的视线 大法官现在呢 对民进党来讲 就是裁判是我的 求证是我的 求约是我的 什么都是我的 我可以完全地掌握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们现在开始说 哎 即便是进入视线 我的全台宣讲不会停 我继续在全台宣讲 那我也直接跟大家报告 我们也会继续在全台宣讲啊 像我昨天我是到街头 直接到街头去宣讲 我们完全突破同温层 我们不要用动员的方式 我们直接跟民众面对面直接的对话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 他所谓的要进入的全台宣讲要干什么呢 他说什么政治攻防 就是政治攻防 他就是要搞罢免 他其实事实上就是在搞罢免 在青鸟行动里面 他好几次的用这个所谓的罢免墙 比如说像徐晓星的头是先被贴到 就都看不到脸了 那事实上我今天也开始 我的脸也全部都看不到了 因为反正我就不停的 而且里面贴的那个 因为他们让他留言嘛 那留言非常的低俗跟低级 那他已经锁定全台几个 这个国民党的立委 包含他这两天在青鸟行动 也发动宛如红卫兵的方式去做批判 好 前一天晚上找了几个区域立委 就是这个脸就是有一个图像 然后就是警告那个孟凯 警告红孟凯 警告牛许廷 警告牛许廷 警告王红卫 警告王红卫 就一个一个点名你知道吗 包含我们作为什么 什么几大恶人 十大恶人 牛许廷是恶人之首 还有杨琼英是恶人之首 那到底我们怎么个恶法 我也搞不清楚 但是他就是搞红卫兵式的 到了昨天晚上呢 没有什么梗好玩了 再来就找不分区 可是不分区人很多啊 他就找 你们会选县市长对不对 比如说什么像柯志恩啊 谢龙介啊 张家俊啊 王玉敏就找你们出来 你们又是恶人了 又开始警告柯志恩 警告王玉敏 警告张家俊 大家就把它对照出来 就是现在的 在台湾的青鸟行动 跟1966年的 红卫兵行动 那个画面 那个一致性 简直是不可版 所以他们现在在搞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政治东西 斗争 还有这样的罢免行动 不过呢 对我们来讲 就是你要罢免 我直接想 因为他们也说 他们要罢免我 当媒体问我的时候 我说没有关系啊 来啊 但是我告诉你 你只要你罢免我 我一定锁定吴思瑶来陪我了 好 我一定要请你一起来陪我 你要罢免我 我就一样的会发动 罢免吴思瑶 也就是说 你要做这样的政治攻防 你想要做 片地风火的罢免 民进党 你一定要付出你的代价 不过其实从各个民调数字 都可以发现 其实是有过半的民众 是支持国会改革的 但是呢 却被绿营说成 这叫做不法扩权 各会卓农泰就被问到 那如何来定义藐视国会啊 卓农泰说 对国会不尊重了 背询没有据实回答 不提供真实的文件 这样都算是藐视国会 而且任何人都不应该藐视国会 但是卓农泰还是强调说 可以遏止 但是呢立委不能够跃权 先前呢 在党的立委就发现 过去不是有超私成立之后 马上就进口了日本蛋 卖给政府这件事吗 但是竟然呢 是事先没有跟政府先签约 被质疑当中有弊端吧 当时农业部说 会展开行政调查 没有想到 等到农业部提出报告又被发现 原来超私购买的鸡蛋 这个数量呢 前后有落差 竟然少报了六百万颗 农业部就被质疑 那你先前提供的资料 是不是也是造假吗 农业部还说 此案是已经移送了 检调 所以侦查不公开 不回应 部分的资料不提供 对于这个百姓的质疑 政府现在不是裂密 就是拒绝提供资料 最后放大决说 侦查不公开 那这样到底有没有符合 卓农泰隔魁定义的 藐视国会呢 如果没有国会改革的话 那请问立法院 到底要拿什么来遏止这些 藐视国会的行为呢 农哥怎么看 我刚突然发现 为什么这次青岛中路 青鸟人这么少 因为十年前太阳花 那个运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们是直接要 dyson的吸尘器 你知道在里头 他们那时候 占据立法院的时候 现在你们现场 只有大陆制的水冷赛 那人家当然不要来啊 这什么卡丝啊 对不对 党事态金 所以人家当然不来了嘛 所以真的 他们自己要去检讨一下 然后同样的 你现在给人家周 你们五月的时候 是红酒牛排 你现在人家怎么跟外 你是看不起这些人吗 那回到卓农泰这个问题 卓农泰说这些都是对的 他也都认同 只是说因为你们现在 国民党跟民众党提出来的版本 违宪了 所以他不能接受 那我觉得 那我就要问卓农泰啊 那请问一下 你也都认同 就是他不可以在国会说谎 不可以给 卫造的证据 不可以就是不给证据 那请问一下 你都说不可以 那可是请问 你没有罚则的话 请问怎么去限制他 你一定要有罚则啊 如果你只是说不可以 那你又不给他任何罚则 那是怎样 他就是我们觉得你很坏 你不行 你这样是个坏官员 好 结束了 他皮皮的不理你 你能怎么样呢 所以卓农泰讲的 那个根本就是废话 本来就应该有罚则嘛 实际上外国也都有罚则的嘛 那我们老实讲 即使是我们的宪法里头 立法院本来也是有调查权的 只是后来我们慢慢慢慢 把它拿掉了 那现在只是把立法院 本来该有的权力 再修回来而已 其实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但是现在最糟糕的就是 以超市这个案子为例 从农委会的时候就开始骗 然后后来变成农业部的时候继续骗 然后每一次给的资料都不一样 每一次给的说法也都不一样 然后从5500万克 后来变2500万克 又追加2500万克 后来中间又少了600万克 然后到底哪一个是对的 没有人知道 一开始说 这个合约不能给你看 然后后来干脆直接告诉你 根本没有合约 那请问一下到底什么是对的呢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可能的事实 好不好 根本他告诉你没有一次是对的 他就是一直在骗你而已 因为他现在已经骗不下去了嘛 所以干脆告诉你说 我已经移交 因为地检署了 已经检察官在侦办 侦查不公开 所以我 其实即使是我们现在要通过的 这个国会调查权听政权 如果是侦查中的案件 我们一样不能调阅资料 这个就是他最后的绝招 就是直接把它丢过去给你 民党就是这样玩 我就是不要给你看就对 像最近一个最明显的例子 数位身份证 数位身份证就跟他要资料 资料有没有给 有给 全黑 今天是全黑 他一本除了目录之外 后面全部黑 然后他告诉你理由是什么 因为涉及各支 请问一下这本是户口名簿 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整本都是黑的 你告诉我为什么 这很奇怪 然后他再告诉你 也有人在问 他就说 因为里头涉及厂商的技术资料 这本是技术手册吗 不然的话为什么整本都是黑 你告诉我 这不可能会发生的事 但他就全黑了 我告诉你 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的话 因为有好几个人都拿到了 你仔细去看 搞不好那个涂黑的地方 下面根本没有字 他本来就是不打算给你 所以就故意杠了几条在那边 告诉你那个是机密资料 就骗你而已啊 我就骗你又怎么样 反正现在他皮皮的啊 我就骗你 你也拿我没责 因为你调查权听证权都没通过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 一定要国会要有调查权听证权 因为你没有这些权利的话 这些官员就每天跟你摆烂就好了 你知道有多少立法 我相信包括立文洪辉大概都遇过 你看他要是要 他就是不给 我就是给你一直拖 三拖四拖五拖 找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 到最后真的拖不过 就是说我没办法给你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子啊 那你一个立法委任期只有四年 我讲实在话 然后我们以现实客观来说 到最后半年 他都要去选举 他拿好那个美国时间一直盯着你 那请问一下 所以对每个官员来讲 我只要拖个一两年就不了了之 对他来讲就是这样子啊 那以后每个官员都会拖嘛 你有拖下去 你就弄不了我了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通过国会改革 一定要有听政权调查权 一定要藐视国会罪 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立法院干脆废掉算 现在其实在野党 这次提出的国会调查权啊 听政权啊 藐视国会罪等等 全都是民进党自己过去长期的主张啊 结果没有想到这一次 为了挡下国会改革案 他们已经是不惜打脸过去的自己啊 主张太吴思耀一口同声都说 过去的民进党提的国会改革案 通通都违宪啊 所以即使绿营全面执政 也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法案 绿营的大佬林卓水真的忍不下去了 他跳出来痛拼民进党 现在是想要告诉大家说 当年提示宪的台大法学大律师 陈水扁 京都大的法学硕士谢长廷 后来提案修法的耶鲁政治学博士林佳龙 这一个个每个人通通都是宪法白痴吗 直到现在才被民进党发现吗 林卓水也不满着 他说因为台湾有执询的制度 所以国会就不应该有听证制度 林卓水痛批说 你看美国没有执询 却有听证制度 这不代表说有执询 就不能够有听证制度啊 其实现在有51席的绿营立委 当中其实有31个是连任的 代表这些人 84%过去自己就曾经有连述过 国会改革法案嘛 所以如果就31个人现在都要承认过去的自己 跑去连述一个违宪的法案 但他们现在真的还好意思 继续要当立法委员吗 立文怎么看 我们看到林卓水真的是很崩溃 他没有想到他当年呢 包括他在内 还有像谢长廷啊 陈水扁等一整挂的人 所提的国会改革的理想 以及具体的法案 现在呢落到当下民进党人的首领呢 全部都是一张废纸 通通都是违宪 违宪还客气的呢 他们说这些通通都是习近平交代的 都是中共交代的 然后通过了以后呢 都会放在习近平的桌上 搞了半天 原来民进党创党 当时都是习近平指挥的 所以当时民进党的这些理念 都是中共交代给他们的 就三十年来终于真相大白了 第五众队找到了 这习近平也太厉害了 原来三十年前 他就已经指挥民进党了 那所以陈水扁选上总统 原来背后都是习近平指使的 我的妈呀 天哪 所以第五众队找到了 通通都是民进党这群人 民进党就是疯了 这个脑袋已经不止一个洞了 太多洞了 进水进得太厉害了 然后呢 当时民进党所写的这些东西 现在通通被这群徒子徒孙 通通都给推翻了 太离谱了 太扯了 我不是在节目里面举过例子吗 就是说美国国会把这个 周寿芝 就是TikTok的CEO 调来问吗 人家也是外国人呢 而且人家也是平民百姓 人家是商人 还是外国人呢 都可以 美国国会都可以叫去问了 那这两天呢 美国国会叫谁去问 美国国会叫波音公司的CEO 去问了 哇 那国会议员多凶啊 人家是民间合法的公司啊 对不对 人家是合法民间公司的CEO啊 国会凭什么调他去呢 那如果以这群青鸟跟民进党的说法 那美国国会也是习近平干的了 美国国会也是听命于习近平了 哇塞 我都不知道原来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调波音公司的CEO去问 就是说这个CEO呢 他们是不是为了公司徒利 所以呢 把这个成本降得太低了 使得呢 波音公司不符合飞安的标准 偷工减料啊 你这个公司还得了啊 飞安都掌握在你们的手里啊 哇 那所以国会议员就把 波音公司的CEO叫去问了 结果呢 我们现在 国民党加上民众党修的法案 客气啦 哪里还能够把这些人 通通向美国国会这样调去问呢 所以我才说嘛 民党口口声声说要把台湾 变成是一个正常的国家 那你们的脑子都不正常 这个国家怎么可能会正常呢 一个正常的国家 不需要一个正常的国会嘛 那这些听证权 调查权 藐视国会罪 全部都是你们 每天膜拜的美国爸爸 国会的标准配备啊 这些都叫做标配啊 所以是怎么样 你们的这个台湾国的国会 不配有这些标准配备 我们的国会就应该做一个 没有牙齿的橡皮涂章 我们的国会就只能够狗废火车 我们的国会议员就只能作秀 不能够真正实质的监督政府嘛 民进党这些人 就是完完全全的 是一群非常贪婪的 要不然就想要赚钱 要不然就想要掌权的一群人 民党创党或民党在野时候的这些 不管是民主的理念 或者是理想对他们来讲 根本不值三毛钱 只要能够掌权 掌了权之后就能够吃得盆满钵满的 什么事情说不出来 什么事情做不出来 什么话说不出来 所以民进党的这些属尸爷们 通通出来就说 这个这下子可反了 怎么当年他们所做的事情 他们认为非常理想 非常崇高的事情 在民进党现在掌权这群兔崽子里头 不值三毛钱 你说林卓水 真的是呕心力血痛 那当年呢 我觉得今天时空更错乱的是 不止他们说这些 全部通通是习近平指挥的 而且民进党现在捍卫起 国民党的法统了 国民党当时原本的这个 五权宪法所设计的立法院 不能碰不能改啊 你看看国民党多有趣 国民党现在不是只有 当权的这些立法委员 支持全部支持国会改革 国民党退休的 你看我们帅将军 有出来反对吗 不要讲更老的国民党的党人 有拿了拐杖出来说 你们国民党怎么可以支持 民进党的国会改革案啊 没有 国民党退休的 在已经是退休的 或者现在是当权的 或国民党所有的支持者 大家都支持国会改革 今天历史走到今天 台湾的民主能够再往前迈一步 民进党的应该要开心啊 林卓水应该很开心 哎呀我们当年就是因为国民党反对 没有办法进行的改革 今天变成全民高度的共识了 连国民党也都支持了 本来林卓水还觉得说 哎呀我终于很风光了 对不对 虽然我今天人不在立法院里头 但毕竟我当年主张的理想 被现在的当权跟在野都认同了 本来林卓水 哇这个国师的位置可以坐上去了吧 结果没有想到 打他一把的 往他脸上泼粪的 居然是民进党的徒子徒孙门啊 说什么林卓水 陈水扁谢长廷你们这些老家伙 嘴巴可以闭起来了 你们当年那些理想 你干嘛不要再翻出来了 你是挡我们的财路 挡我们的权力之路啊 你们可以闭嘴了回家退休了 你想想看林卓水多伤心啊 多难堪啊 真的是情何以堪 然后呢整个呢 民进党里头呢 全部通通都是逻辑死亡 把台湾的民主法治当作是玩笑 可以随便它 他们爱怎么揉在门 你也说你是圆的 你就是圆的 说你是贬的 就是你就是贬的 简直就是 太糟糕了 所以今天这个民进党 完全背离了 他们的所有的理想 跟创党的初衷 这样子的一个党啊 我觉得 所有曾经支持过民进党的人 都应该加入 终结民进党的 历史正确的行列当中 对啊 这些民进党的 过去的这些先贤 难道不感到难过吗 为了感谢 党下这个国会改革法案呢 民进党早早又再度召唤 轻鸟说要来包围立法院 还扬言说 要重现十万个人走上街头 就会发现人气好像不太够啊 主办单位还有一度高喊说 我们现场已经突破了七千人了 网友看到那个画面就是说 真的是这样子吗 有七千个人吗 好 也有网友发现 这次的轻鸟行动呢 就有提供民主粥啊 执疑说 怎么这么热还吃粥啊 甚至还有人酸酸 讲好的牛排跟汉堡呢 不过因为天气很热啊 这个轻鸟行动呢 现场倒是被发现 搬来了一整排的水冷扇啊 也有轻鸟呢 发文大战说 你看20台的水冷扇 南白都没有啊 就后来被发现 这些水冷扇竟然是大陆制造 网友就说 小心啊 这吹着吹着 会不会被统战了呢 网红陈宇就直言 早期的街头运动 根本没有便当 也没有帐篷啊 都是自动自发 自己走向街头的不是吗 那么早期的 这些参与运动的党外前辈 才让人打从心里面来敬佩吧 那请问现在大家是 有吃有玩 又可以打卡的这种活动 那那些当年民进党的 创党元老的理念 到底到哪里去了呢 将军怎么看 这个我也当了去年立委 我当立委只有一个认知 立委什么功能 两个功能 一个是执询 一个就是预算审查 你有了执询 才知道这个预算该给 还是不该给 给多还是给少 所以执行权是立法委员 唯一执行任务的一个工具 这个听审会在美国 你讲的谎话 还有伪证罪会判刑的 所以刚刚立文讲 他不只对政府官员 他明天老不信有重大弊案 他都要问 我们比起那个 我们就差很多了 对不对 那今天我们立委去执行 要资料全是黑的 要问你 一问三不知 要不然就是拖 对不对 所以那你还要立法院干什么呢 那立委该干什么事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 你号称是民主进步党 你是在进步还是在退步呢 林卓水讲打脸 我告诉你 打脸有什么用 对一个不要脸的人 你再打 打他十八掌 他都不在乎 无赖嘛 这种行为就叫无赖嘛 你要政府给你官员 他反咨询 还比你更凶 然后给你的资料都涂黑的 所以这种民主退步党 再讲这个街头运动 我也参加过那个 陈水扁的百万红潮 这个围了 那多少人啊 数十万人上百万 有没有供应过便当 连杯开水都没有啊 那是什么 那是大家对这个贪腐的一个反应 好了 今天这个青鸟活动 为什么人不多呢 三个原因 第一个很大部分 是不知道国会改革权 是什么回事 他动员了就来了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呢 现在看到你国会的表演 那的确说不像话 他要来 来了呢 捍卫民进党的权益 这是一部分 第三个就是李文讲的 根本在搞下一次政治运动的 预备活动 暖身行动 我要罢免谁罢免谁 所以他们在那边诉求的 跟国会改革干 根本没有关系 基本上对国会改革内容 不想去知道 所以才搞个七千人 跟当年百万红朝军 怎么比啊 所以这个运动也不像个运动 政长执政不像个政长执政 就靠着他人多打群架 就是说我四线 四线大法官都是我的人 那这个国家还有 还有像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吗 所以这个问题啊 我们不要讲军事上的弱智 我们政治上也是不是白痴啊 有的这些骗子在台上的骗嘛 他们赚宝了 财发了 台湾老不幸可惨啊 最近那个油电深霉 我们肺癌死的人还不够多啊 我们对环境污染 导致的病还不够多啊 你还要参加未来什么国际上的探权 这个这些收的探税 你收的你付得起吗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看着台湾一步一步走向衰亡 所以你不要讲 两讲实在累积的这些财富 跟这个国家的这个声望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还有几个国家可以断交啊 那几个小朋友都快靠不住了 对 所以这个问题啊 由着这些人 不专业的人去当部长 不专业的人去当国安 不专业的人去主导国防 你说我们国家前途在哪里 我看的是蛮悲观的 什么首战去中战 首战去决战 也不过就一个礼拜的事吧 对不对 你还能怎么 最近去买一批什么弹簧刀 乌克兰战争里面前期是有用的 到了中期就没有用了 那个落伍了 人家电子干扰一下 弹簧刀就失效了 给的还是那个小型的 你知道大型一点的还可以装破极炮弹 小的装40榴弹枪的枪头 买来干嘛 我们钱太多了是吧 所以我在恨当年写的国防二法里面 讲得很清楚 给你部长有两个单位 一个战略规划师帮你规划要什么武器 一个竞贫股市帮你分析下这武器值不值得买 要不要买 买多少 这两个单位现在都在干嘛去了 所以人家把垃圾货给你 你就照单全收 所以这个法也没有用了 就跟我们的国会法也没有用了 因为你对这些不要脸的人做什么事情都没效嘛 他顶多你骂嘛 他不在乎嘛 今天报纸还登 有一个什么买官案的 过了16年就失效了 这个案子没有了 无法无天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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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